歡迎來到KKFH 這次一樣來玩一款4吋的軟蟲 這一款軟蟲叫做 Hula Stix Sticker的意思是指棒狀 所以這一款是棒蟲 然後Hula的意思是指草群 可以看到它尾巴這邊只有4根鬚鬚的 所以跟TRD Tickers 差不多 不過這款額是比TRD Tickers 還要早推出的 同樣也是Naric的試用額 這隻的大約是4.6克 然後這次我玩的調組一樣是Wiki 跟上次一樣 使用的是鞋刺的衣領 配上0.9克的假鉗 你不見得要跟我一樣配0.9克的假鉗 因為這款額你使用鞋刺的衣領 它就有辦法自然的下沉 但是下沉的速度非常的慢 不過這樣子可以對應一些比較貓的搖礦 當然這樣無牽下沉的前提也是 眼分儀式之前 如果失去了一定眼分之後 這一款額也是會變成這個L 這一款額在玩Wiki的時候跟Zinkers一樣 它下沉的時候會朝著頭這一端斜斜的下沉 不過它倒是有辦法根據勾的位置 調整到垂直落下 不會像Zinkers那樣 全新的時候死要斜斜落 落下時的搖擺跟Zinkers一樣 都是頭跟尾 頭跟尾這兩端會擺中的下去 假如你覺得無牽落下真的太慢的話 你可以配上一些有牽的東西 像我自己的話 我0.6克到1.3克的假牽都可能會用 主要就是根據咬礦來決定 有時候鱸魚就喜歡咬 落快一點的 有時候又喜歡咬落很慢的 甚至你也可以用蘑菇頭來當勾子 這樣子你會有更多的客屬可以選擇 水中動態呢 以前有拍過 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水中動態是以前拍的 我有點忘記那個牽的客數了 主要是你可以看到 有一定的重量落下時 它的擺動就是頭跟尾這邊擺 然後你可以看到 不小心牽被我甩掉了 至於它無牽的時候 確實也是會下沉 因為它鬚鬚特別柔軟 所以無牽下沉的時候 也會有一定的動態 這邊提一下教友有提到的 如果夾牽夾在鉤子上面 可能會造成 沒有辦法完全甩上去 保持魚來咬 你開箱的時候 鉤子沒辦法完全打進去 你不一定每次都要勾 最中間 這樣子勾一半 你不一定要這樣做 你可以只勾一點點 像這樣子 你可以像這樣子 只勾一點點 因為它是耐耳材質嘛 看拉折性比較高 魚來咬之後 你開槍 可以被甩到這麼上面 甚至它甩大力一點 它有辦法 直接被甩上線 像這樣子 甩上線 這樣就不會說 你開槍的時候 鉤子這一區塊也被耳擋出 導致 鉤子沒有完完全全的打進去 你也可以選擇 直接把鉛夾在這個 打完結的 剩餘的線頭上 這樣子在剩餘的線頭上 你的 潛倒就不會被傷到了 然後你依然有一個重量 可以把耳耳往下帶 不過因為重心 位置會變得不一樣 那 這個方法就見了見智了 你也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 使用這一款 夾鉛豆 DECOID 這款夾鉛豆就是 設計成 特別的長 讓豆子 可以去承受 鉛的長度 穿法就跟一般的太空豆一樣 它這邊有做一個孔 那就是現穿過這個孔 然後 用力的拉 用力的推 然後它就會進去了 這樣你就可以把這個夾鉛 夾在這個 豆子上 就這樣子 夾緊 那夾緊之後 就比較 沒那麼傷線 直接夾在 線上的話 這樣子 摩擦其實是很傷的 然後你是夾在這個豆子上面 因為它本身設計就是原來夾的 它線的傷害就沒那麼高了 這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不過這款是用在2-6磅線 再簡單一點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拿一個 蘑菇頭穿個 這時候你想要穿多厚都可以 因為這種魚你開槍 它被甩 可以甩到這麼後面 你鉤子一定可以完全能打進去 那假如 你怕耳噴掉的話 你甚至可以卡在逆刺上 你看 那這樣子就很不容易脫落啦 噴耳的機率就會降低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實戰吧 這一天我大概6點就到了 然後我用 VIV跟cranker掃一圈 咬都沒咬啊 呵呵呵呵 有啦 其實VIV落下的時候有咬 我發現魚好像真的沒有鐵啊 真的沒有什麼魚鐵啊 然後我就改Wiki先 往外拋一點試試看 我也沒有拋很遠 我大概就拋個3米多吧 然後就先讓它 沈到底 沈得有點慢 這也要等一下 呵呵呵呵 沈到底之後我就 輕抖 沈到底都沒咬 然後我就輕抖 抖著抖著 那想到才沒抖幾下 它去咬的 是讓我蠻意外的啊 底下居然有魚啊 好 再來下一桿 泡的距離也差不多 3-4米左右 然後也是先讓它沈到底 然後這時候再跟 加油聊天 也是沈到底之後 偶爾抖一下 然後聊著聊著 發現 欸 怎麼怪怪的 然後就開箱了 好 完蛋 我不知道它有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應該吞了吧 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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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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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是 受傷 吞十 哈哈哈 吞啊 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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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ch 吞 吞 一直抖 兜兜兜 然後突然桿子就彎了 這一桿是丟水車旁邊的 水車的位置其實蠻危險的 如果沒丟好你而上去 基本上還蠻難救回來的 然後就是先讓它落一段時間 這一桿很分心 所以基本上連我自己都不太確定 它咬的是哪一個泳車 總而言之呢就是這樣子 偶爾抖一下 偶爾抖一下 然後也是突然 也是突然發現 現在兜兜兜兜 然後桿子彎呢 看一下 可惜的是這一條 沒空好 摸夠了 再一次隔一天 隔一天 隔一天11點 11點左右才開始釣吧 運氣算不錯吧 來不到 10分鐘就中了 只是這一條魚 恩... 這條魚我不太確定 它是跟回來的 還是它原本就在那個 泳城旋路 因為我拋出去大概 10米左右 然後一路這樣子抖著回來 然後我耳要收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隻 魚翻了一下 這時候我就趕快 再把耳拋回去 然後拋下去 落一下子就被咬走了 GoPro我拍不出來啊 那個要帶 拼光鏡才看得到 魚有上來翻一下 所以 去釣魚的時候 拼光鏡還蠻重要的 會增加你中魚的機率呢 呵呵 再來就下了一陣大魚 頭梯那邊有咬兩下但是脫鉤 然後這邊是水門那一側 我幾乎沒有在掉這一側啦 基本上只會路過拋幾桿 我不會在這邊凹 所以你看得出來 我也只是 剛到這邊 然後往下一丟 這一桿的話 剛好我岸邊有看到一條魚了 然後我就慢慢慢慢的 把耳 帶到它旁邊 它就把它咬走了 好 Intel 1 2 2 3 2 2 3 這一桿喔 因為掉了這一側然後都沒有什麼秒訓 我就在想說會不會 該不會 該不會它真的是很飄吧 然後我就特別的把夾籤去掉 用那個直線剪 用ABU的直線剪把夾籤去掉 然後一去掉我這樣子丟下去了 我還在把夾籤丟到我的包包 就這一段時間喔 然後我左手持桿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連抖都沒有抖 然後貢獻 發現怪怪的 原來是有這樣 沒想到咬這麼漂亮啊 所以這隻還滿聰明的 這一批新魚真的還滿有力的 而且體型都不錯 也不是那種飼料罐飽飽的體型 飼料罐飽飽的體型都會大肚子 這一批的魚是很壯的那一種 這一條的話 基本上 已經尾聲了 這一條已經尾聲了 跟朋友在那邊聊天 然後也沒有很認真在吵 基本上算是在亂抖 就是抖一下停抖一下停這樣 我也沒有很注意我的耳 到底在哪一個泳城 抖的抖的突然在這個路下被接著 好 欸 送了 喔喔喔 無溜完了 不是無溜啦 只是沙克比較鬆而已 那我怎麼覺得是無溜 那我真的覺得是無溜欸 喔喔 無溜啦 黑色的 不是嗎 不是啦 剛好限剛在那個位置 我還以為是無溜 大的鱸魚啦 老的吧 老的啊 他就看得比較鬆啊 你知道他有什麼微毛 怕你就吃死了 喔幹 他你的跟他 不要磨掉 有啊我剛有看他 根據我這兩年的經驗 事外剛放魚的時候 其實魚都蠻靠岸的 你只要用個 VIP或者spinner bag 你就會得到一些 不錯的咬礦 不過這次的魚礦真的蠻特別的 多數魚都不靠岸 甚至還會有一些 跑到遠處的底 因為我有看到有一些人 遠投出去 脫底 瘦 我都傻眼了 不過岸邊的區塊還是會有一些魚 但是他會吃得比較飄 所以我才會改完 我也去不知道是不是 剛放沒多久 就被人家超過了一輪 應該說超好幾輪啊 不過我也不確定啊 因為我也不清楚 剛放魚的時候 那些魚都在哪些位置咬 搞不好他 都在外面 再來就接著 釣釣看吧 看看後續的魚 會不會靠岸一點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你的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